日本才刚踏入新年10分钟 就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故 一名青年开车冲入东京涉谷区 撞伤行人之后下车逃走 中途还殴打一名目击者 一共造成9人受伤 嫌犯落网之后宣称发动恐怖袭击 但是警方正在调查他神志是否正常 1月1号的日本 东京人按照传统道明治神功丢筒前参拜祈福 但是新年首三天 估计就有300万人到访 从国运到自身前景 愿望是零零种种 世界和平 人人平安共处 正是日本人当下最需要的 因为在这个象征平安的信仰中心附近 几个小时前就非常不安宁 自称日下不和薄的21岁男子 在远旦凌晨12点10分开着租来的白色汽车 逆向行驶后撞入禁止车辆通行的元速车站 逐下通 这段140米横冲直撞过程中 连撞8名男子 直到撞上商店汽车才停下来 嫌犯下车后还打伤一名男子 在跑道附近的戴戴木公园 大约25分钟后落网 他声称自己从大阪开车上来 进行恐怖袭击 想要杀人也撞飞了行人 这么做全和死刑有关 警方也在他的后车座 发现装有没有的塑料桶 嫌犯宣称是用来烧毁汽车 由于口供可疑 当局正在厘清他的精神状况 目前从杀人未遂的罪名查办 至于伤患方面 其中一名被撞倒的男子昏迷不醒 情况严重 其余7人则一时清醒